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但大道之行民心所向势不可当 我们始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 两岸关系必将可难前行 朝着祖国统一的方向迈进 我们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方针 这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方式 体现了对广大台湾同胞的照顾 关爱和体谅 一国是历史定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也不容分割 两岸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两制是为了照顾台湾的现实情况 为了保障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在和平统一以后 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 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 社会制度 会得到充分的尊重 私人财产 宗教信仰 合法权益 会得到充分的保障 台湾同胞的心情会更舒畅 日子会更安宁 生活会更殷实 天地会更广阔 腰板会更直 底气会更足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 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我们愿与广大台湾同胞 共同做出努力 在坚持绝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上 与台湾各政党 各界别代表人士 开展民主协商 广泛深入探讨两岸关系 和民族未来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做出制度性安排 推动两岸 推动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进程 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和遏制 台独分裂 台独分子在岛内是极少数 他们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敌人 反对台独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 我们要阻止这些极少数人形形色色的分裂活动 危害台海和平 危害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危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 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 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利益所在 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 任何人是阻挡不了的 我们要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去年底 我们推出了汇集台湾同胞的31条措施 深受广大台胞欢迎 也为广大台胞带来了扎实的获得感 荣誉感和幸福感 我列举几个例子 去年共有2000多家台企 获得了税收方面的优惠 100多家台企 获得了专项政策支持 800多位台胞 考取了热门专业执照 100多名台胞 获得了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 到祖国大陆来追梦 祝梦 圆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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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